印度新德里拳擊世錦賽落幕 選手28號中午返回臺灣 此次國手林玉婷在女子57公斤 及四強賽獲得銅牌 卻在25號頒獎典禮臨時被取消資格 國際拳擊總會通知是因為賽前 性別深化檢測的指數異常 國手林玉婷則表示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帶您聽一段訪問 這些狀況我第一次運到 我什麼都不清楚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跟你們說太多東西 我們有多有一些 身負 但是大會大會沒有接受 我們在行政程序上是有點瑕疵的 那當然身負的過程 我回來是要尊重體育署 那還有相關再重新檢驗過以後 我們再來看看怎麼處理 那我相信應該是不是禁藥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樣的狀況 教練也說明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會盡快做檢測 中華民國全級協會秘書長 彭俊明則強調會先接收檢測報告通知 確認詳細資訊 在進行下一步 也一定會遵循管道申訴 維護選手權益